それでは 首先,我们来看看阿含的部分 阿含五个字母 就是所谓的母音的部分 基本的音 我们要好好学会 但是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这个阿含五个字母的发音 A-I-U-E-O 对吗? 那这个写法的部分 我们来一起看看 那我把这个地方放大 大概是这样子的 A-I-U-E-O 可以吗? 好,那标准的写法 我写在这里 A-I-U-E-O 鼓励同学就是在右边多写一点 好,那请特别注意一下 如果是阿的部分 你看一下哦 这个一二 好,到这边OK嘛 然后第三话开始 下来 然后这边下面的 这个点 还有这边弯的这个点 差不多高度是一样的 意思是怎么样呢? 如果你这样子写 一二三 太超过 到下面 这个是不好看的 那相反的 如果你写的太短 也是不可以哦 这个也是不好看的 OK,请注意 再来看看一的部分 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一的第一话跟第二话 哪一个比较长哪一个比较短呢? 对,就是左边比较长 右边比较短,对吗? 所以如果你练习的时候 如果是第二话太长 也不对 或者是太短 也是不好看哦 所以要拿捏左右 两边的长度平衡 还有一点 就是它是稍微斜写的 对吗? 斜写的哦 如果你写紫的 或者是太狠的 也是不可以 这个是不好看的 例如是这样子 如果你要写的太紫 这个也是不好看 或者是写的太斜 哦,看得到吗? 好,这样子也不可以哦 可以吗?可以吗? 好,再来看看 啊,一屋也有了 屋的部分 好,我移动一下 稍微 稍微往左边一点 OK,这样子看得清楚吗? 屋的部分 好,屋的部分 有没有什么要留意的呢? 这边第一话 第二话 如果你第一话的 这个斜线太长呢 嘿,这样也不好看 所以第一话 是稍微短短的斜线哦 好,那屋的第二话的部分 如果你太弯 也是不可以哦 或者是太紫 也是不好看的 所以要拿捏这个 刚刚好的弯的角度 可以吗? 好,所以标准字体在这里 好,多参考 然后多写一点哦 再来看看 A的部分 A比较简单 照着他写就可以了 而且同学有没有发现 A的形状 跟中文一个字 支很像啊 所以如果还不熟悉的同学啊 那即使你先写 支 中文的支 那别人大概会看得懂了 好,A的写法 OK,这边稍微勾起来也是可以 没有勾起来都可以啦 第一话有没有勾都可以哦 好,第二话是这样子 那当然如果第二话的 这个最后如果太短 这个也不好看 或者是第二话下面太长 也是不行 要拿捏刚刚好的角度跟长度哦 OK,再来看看O的部分 O是怎么样呢? 好,看一下 好,O 一 二 三 总共有三话 OK,那特别注意哦 如果第一话的部分 横线太长 不好看 或者是第二话的 这个地方太弯 不好看 第三话的一个 这个度点 如果太长 也不好看 所以呢 第一话,第二话,第三话 都要留意哦 要拿捏刚刚好的长度跟角度 还有它的弯的这个情况哦 OK 以上就是 A i u e o 也就是所谓的阿汉的部分 好,鼓励同学多写一点哦